耶数老板是有点叛逆在身上的 一直罚款一直擦 虚心接受但是打死不改 因为直播间有点擦边 于是耶数被罚了40万 于是直播间的帅哥美女们 直接捂得严严实实 根本看不出来谁是谁 你说我玩擦边跳舞 那我就包援诗典接着跳 一整个叛逆 之前耶数因为标语被要求整改 在交了罚款之后 他直接把罚款当做广告 主打罚款可以交 但是必须全国通报批评 在擦边的路上是越走越远 这边不让擦我就擦那边 反正这个边是擦定的 之前看耶数广告还觉得俗气 现在觉得自己是真装 蓝底黄字是男擦 白底蓝字是女擦 你想要什么风格的 都能在耶数找到 你可以怀疑耶数老板的人品 都不能怀疑他选人的眼光 为了矫正国人的神门 耶数的小姐姐们 都是非常健康的身材 不宜为追求白幼兽 男生更是充满了肌肉感 并且他们直播只跳舞不带火 有需要的就去线下门店购买 结果这把直接吸引来了市场监督局 成功给耶数集团带来了罚款 但是交完之后 直播间该唱唱该跳跳 甚至还找来了肌肉猛男 在直播间里跳见美操 你说他们擦边吧 衣服穿得严严实实 不该露的都没露 你说他们没擦边吧 怎么眼神还在拉丝 耶数哪是交的罚款啊 这是给我们续的会员 并且开始的时候 跳见美操的猛男们 还是一脸坚定的想入党 后来表情逐渐开心 有的是越来越带劲 腹肌擦动感单车 后来还整上了透视妆 这若隐若现的感觉 耶数是懂怎么勾引观众的 以前的美老板 现在的耶数 审美都是没得挑的 在耶数直播间你几乎看不到 特别瘦的模特 全部都是正常体型 还有一点微胖 耶数集团男人有男人味 女人有女人味 椰子有椰子味 之前因为徐东东一句 我从小喝到大 就因为涉嫌低俗多次被官方警告 但是老板始终不愿意撤掉 导致每年不是在交罚款 就是在交罚款的路上 年年罚款年年用 主打一个既然罚款都交了 那不用白不用了 并且耶数的包装 也是十年如一日 依旧的简单粗暴 干净直接 不得不说耶数的老板 是有点叛逆的 未经老陈苦 却想老陈服 老陈绝对没想到 自己刚哭来的这么点流量 竟然直接被这小子抢走了 没想到自己这点窝囊饭 还有人抢着吃 自己都吃不饱了 还硬生生被他从牙缝里 挑出一块肉来 老陈是摸着石头过河 小陈是骑着老陈过河 起因是一位长相酷似科比的云南小伙 在网上发了一张自拍后 便有网友建议 哥们明天去替个头脸抹黑点 开个直播BGM就放视频 See you again 喝个冰红茶就在那坐着 时不时对着镜头肘击几下 保证这辈子不愁吃不愁喝了 于是这位被天选的小伙子 火石剪了头发开启了直播 还买了24号秋衣 于是不出意外的 小伙坐着就把钱挣了 大概这就是命里有关书不用翻吧 于是大家看到仙人止路后 纷纷在网上求助 体验一把报复的感觉 保安阿兵便发了自己 身穿保安服的照片 评论区的网友便推荐他 去模仿一下老陈 于是小哥火速购买了红短袖 配上了老陈的招牌动作 在直播间里开始跳操 成功让老陈直播间的一万人 调成了现在的两千人 老陈在前面抗刺刀 他在后面吃蛋糕 曾经老陈反诈 现在他反诈老陈 老陈一个视频才几千赞 这小子岂不就是万赞大饼 何止是抢碗饭吃 筷子都伸锅里了豆 眼神里都是对酷里男碎片的渴望 曾经狂飙爆火的时候 便有一位网友凭借长相 直接就开始了直播 模仿张颂文的各种影视名场面 还找了假兵一起拍视频 难怪有些钱他们能挣 这是真有人脉啊 就光是这张脸 都让他涨粉三十万 平时没事还跟各种大咖互动 这把是真让他们找到铁饭碗了 不吃他们哭却想他人服 抽象这块是让他们玩明白了 前有王田兴后有王大田 起初他只是生活在东北的农村人 王田兴爆火之后 让他看到了酷里男碎片 也开始在网友模仿王田兴 只要王田兴发个视频 这小子后脚立马跟上 一模一样像是双胞胎 限制更是直接拥有五十多万粉丝 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网红 网络上还有各种模仿神人 只需特定的动作和眼神 就能开直播狂收礼物 这或许就是普通人那天改命的捷径吧 果然有些人天生就是当少爷的命 有的出生在罗马 被拐之后仍然在罗马 少爷梅志强 两岁时被天杀的人贩子拐走 经历了几个小时的贫穷后 就被送到了亿万富豪的养父母家 直到25年之后 梅志强突然被通知 自己的亲生父母在等着自己回家 虽然知道自己不是亲生 但是他对多年未见的亲生父母 也是充满了好奇 毕竟少爷从小就锦衣玉食 穿着LV出行也是豪车带步 万一自己真的回归了平凡生活 这差距估计一时半会还解决不了 他的亲生父母在见到孩子前 心里也是十分忐忑 害怕孩子这二十多年吃不好穿不好 没想到他们认亲的时候 少爷直接靠着跑车去接的 亲生父母直接愣在原地 这才得知儿子被拐的二十年里 养父母一直对他很好 收养他的家庭不但不穷 还非常的富裕身家过亿 在见到亲生父母之后 梅志强也是有点傻眼了 原来自己的亲生父母不是亿万富豪 而是千万富豪 并且亲生父母在见面前 就为自己准备好了别墅 准备留给他当婚房 原来在梅志强被拐之后 当时亲生父母十分自责 到处登道寻找孩子 后来为了生计 只能一边做生意一边找孩子 还开的工厂做着酒店用品声音 在认亲的时候 梅志强的父亲更是直接表示 自家的工厂和家产都是他的 见到亲生父母的态度 少爷也是彻底放下心来了 感觉少爷这二十多年吃的苦 可能也就是被人贩子拐卖的那几个小时 这才是真正的网络暴力吧 从罗马三环拐到了罗马一环 他出生以后完美的避开了 亲生父母创业艰苦的那二十年 然后二十多年后又无缝衔接了 亲生父母的大别墅 果然有些人都是天生的富贵女 老天爷是一点苦也不想让他吃 梅志强看爽文 这也不爽啊 最可气的是他还说 金钱这块的话 它是跟这个没办法衡量的 其实有时候快乐不是钱能买得过来的